好 那麼各位呢 您現在已經進入到我們這個OneNote的群組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提過就是我們的簡報呢 在這個往下 在這邊 那麼如果說要看整個教材內容 我會放在這個任務裡面 您進來之後呢 要看哪一個單元 你就把這個打開裡面的內容就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今天呢 剛剛有跟各位老師跟同學提過 我們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介紹的第一個 會有所謂的威力導演的部分 好威力導演的部分 再來呢就是有另外一個其實我比較常的 叫Dipbar Video Capture 那安裝完之後呢 它的圖示會長得像這樣 會長得像這樣子 還有一個其實 各位非常容易上手的 叫AtiPlanter 那AtiPlanter的話其實 它有一個很大好處 跟大家學過的一套軟體很像 Office裡面做簡報是哪一套 叫 啊 PowerPoint 嚇我一跳 對 PowerPoint 對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跟PowerPoint 真的非常接近 所以說 這一套呢 又有中文 所以我這邊有放兩個版本 一個是安裝的版本 安裝版本是只有簡體版 就是它的語氣的部分只有簡體 但是呢這裡有一個免安裝的有沒有 這裡面也有放那個 就有加入我們的那個正體中文或繁體中文 所以如果像這一種的 您按右鍵 7Dip 夾說是此就好了 好 我已經有把那個資料夾留著 所以您打開之後 這樣 就可以直接執行 就可以使用 就可以使用 回去的話也可以直接用 所以 這是我們今天 在軟體的部分主軸 那麼當然您如果回去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沒有帶您的隨身碟 那麼您在我們 玩弄群組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會有放 好 那裡面呢 會有超過 就是這些內容 您點開 你還會看到 在右上角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 你把它點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 全部我有放其實蠻多東西的 因為我們在教學錄影 這一塊的話 其實有蠻多資料 事實上是需要放的 那麼 在整個正式開始之前 我先問一下大家 如果說 您以後 因為其實現在 每個學校都在推這個東西 叫Mock 摩克斯 對不對 都會很鼓勵老師 可以的話 盡量要去做 所謂的教學錄影的動作 那當然不見得每一門課 都會放在這個網路上 但是呢 如果老師平常就已經比較習慣 那 教學上就做錄影的話 其實以後 你進到這種攝影棚 就會比較輕鬆自在 比較不會覺得說 喔 很害怕 怪怪的 因為你不習慣面對鏡頭 那 一般來講 現在每個學校幾乎都有 我們現在 這是我們在領東的部分 去年 有建置一間 就是這種 像電視台一樣 就是即時的 合成去備 就好像我們看氣象報告啦 那個新聞一樣 它就是在這邊 那所以呢 我這邊有一個 我們上次的這個影片 給您稍微看一下 可能您就會比較清楚說 這個它主要要做的一個概念 我今天有帶來木栗木耶 只是呢 我們是 現場設備沒有辦法支援的話 我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透過軟體來處理 其實也是可以 因為 在這種場合 您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在做示範的時候 其實 在這個地方 在前面這邊 是做即時的合成 好 就是你的背景呢 就直接已經去掉了 就已經去掉了 那一般來講 其實你 有沒有像這樣子 這是原來的 這樣就即時合成 有沒有 好 那一般來說 這個教室 這樣的攝影棚 其實 你也不可能說 就你一個人去用嘛 因為大家輪流用 所以 其實 不見得每一門課 您的內容 假設你要開某課室 或者是一般的課程 不見得 一定都要在這裡錄啦 一般的教室 我們搭配上欄木利物 其實也是很好做的 甚至我有看過 老師乾脆就不搭欄木利物 自己在 這個辦公室旁邊 就準備一個 適合的背景就好了 適合的背景也可以啊 對啊 不一定說一定要去背好 反正您的螢幕能夠看得到 螢幕內容 能夠看得到 或者說您有需要的時候 再現身一下 這樣也可以 所以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那 平常我自己的話 其實是 都 已經有 上課都有錄影的 所以我給您看一下 在我的那個 one note的課程裡面 不只 其實 我們學校也有數位學平台 我兩個都有用 兩個都有用 那我的上課錄影片 也會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 YouTube上 所以 如果您 想要了解一下 您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右手邊 比如說我知道有些老師 上個禮拜沒來的 對不對 您可以從右手邊 連到我的數位學習網 那我在這一邊呢 有經營YouTube的頻道 YouTube頻道 那麼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的 我會像這樣 把它弄好之後呢 在這裡面 我們的內容 就會像這樣錄好 有沒有上個禮拜 錄了11段 但是呢 我們的錄影 我會建議老師 因為摩克斯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 你要做 教學可以 但是不能說 兩個小時 一段影片 這樣同學 馬上就再見 所以 我平常自己 會是像這樣 就是每一段 我會盡量控制在 10到15分鐘以內 就是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 那我會在錄影的時候 就把標題下 當然我回去也許 會再修正一下 可是我盡可能就是 錄影的時候 會像這樣做 那所以 您看到 比如說 我們在介紹這一段的時候 然後 這樣怎麼樣 這樣 沒錯吧 對不對 那大部分 是像這樣子 所以 至於說老師要不要出現 那就看您自己的決定 看您自己的決定 其實我們 如果說 不是以摩克斯來講 其實平常老師 上課錄影 我是覺得 如果你有出現的話 同學通常會比較認真一點 他覺得比較有上課的感覺 你不一定要看著鏡頭 像我 我故意就是不要看鏡頭 讓他不會覺得 兩隻眼睛我在瞪著你 但是至少他知道老師在 對不對 老師與你同在 這樣他會覺得 比較安心一點 有上課的那種feel 當然你不出現也OK 所以呢會是像這樣子 那 我其他的 延期的部分 也會像這樣子 所以 在我的 YouTube頻道上 我都會 一個延期 我就會像這樣整理好 因為如果萬一 他真的同學回去 哪個地方不了解 他就看哪一個標題 哪一個主題 他不知道就看那一段就好了 對不對 老師廢話不多說 也不要叫我 邊看邊找 我就看我要的那一段就好了 這樣子 大家學習起來 就比較輕鬆 會是像這樣子 那 這樣講完之後 等一下 我會把這段停下來 我先問一下大家 大家喜不喜歡 回去再做剪接 最好是不 對不對 所以 平常我都是這樣 錄好就好了 所以我這段我就先停